心脏病用单身低丸 注意越用越差 有不少朋友给我留言 问我心脏不舒服 用单身低丸可以吗 那我要跟视频前的朋友说 心脏不好用腹方单身低丸 要是用不对 不光不能对心脏有帮助 还可能会越吃越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单身低丸是干什么用的 从说明书上看 单身低丸是由三七单身冰片组成的 可以活学化于理气止痛 主要用于气质血淤导致的胸病 如果说你总是感觉心脏部位疼痛 尤其是在生气之后 而且疼的特点是阵法性的 伸出舌头一看舌指子按 这种由气质血淤引起的关心病 用腹方单身低丸是绝对对症的 但是关键点来了 是不是所有的心脏不好 都是由气质血淤导致呢 当然不是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 导致心脏病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气须血淤 阳血血淤 心阳虚等等都会导致 我具体讲一下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你除了感觉心脏部位疼痛之外 还伴有法力 就是比如说说话无力 语声低微 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 伸出舌头一看 胖舌有齿痕 舌指淡 舌苔薄白 这种多鉴于气蓄血淤 主要是身体中气太虚了 没有办法来推动血液的运行 以至于血液阻制心脉 导致心脏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用单身低丸了 通常可以用通心落 第二种情况呢 如果说你平时经常胸闷气短 心脏不舒服 胃寒怕冷 尤其是一到冬天 稍微受点寒 就出现这种明显的胸闷情况 而且身舌一看呀 舌指淡 舌苔白 这种呢 多鉴于寒宁心脉 导致的心脏不舒服 而这个时候 单身低丸也就不适合你了 这种情况通常 可以使用 冠心酥和丸 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你有 痰瘀护结的问题 体内不光有痰还有瘀 并且出现了明显的胸闷痛啊 咳嗽 痰多 大便 痰息不成形 身体还总是困重啊 伸出舌头一看 舌台 后腻 这种多鉴于 痰瘀壁足导致的一个心脏不舒服 这个时候呢 单身低丸就不适合你了 这个时候应该用单楼片 所以说到这里呀 你就应该明白 如果说你有了心脏病啊 想用中程药或者是中药的话 那我建议你啊 最好让中医辨证一下 看看你的心脏啊 属于哪一种类型 那今天呢 我就分享到这了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心脑知识